出生于工匠世家 从事古建彩画工作 已40余个春秋 参与了国内外诸多文物保护 和仿古建筑营造工程 他就是来自北京的吴淑瑞 天安门城楼 故宫乾隆花园 天坦长廊和双环亭等 都默默记录下这位彩画大师的坚韧付出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彩画匠人 原来艺术匠人 好像就是干那种不是技术的活 尤其在绘画这个领域里 好像一说画家吧 人家是家 你就是一个画匠 就好像你跌了一刀 来到北海静心斋 吴淑瑞看见上面的彩画石 想起了三十多年前 当时还没有出图的吴淑瑞 听从师父的安排来试一试 那是吴淑瑞第一次绘制彩画 印象中几笔便可勾勒成形的东西 画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 纸上的效果和颜色上面的效果 他就激励着我更好地去学习 戴图传一时余年 吴淑瑞不断探索传统建筑彩画新的传承模式 为了富贵原汁原味的古建 他克服重重困难 研磨天然矿物质颜料 勾勒出一幅幅壮美画卷 在如今的各种古建筑中 都能看到彩画大师坚韧付出的印记 像现在比如说提起来 故宫乾隆花园 中南海紫光阁 天安门当年那种彩画 我就是在上面画的哪条哪条龙 那条哪条龙那金就是我贴的 现在还是挺自豪 在四十余年的古建彩画工作中 让吴淑瑞至今仍记忆忧心的 是修复美国华盛顿唐人街上的牌楼 那时候呢 正赶上中美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 外交部门吧 通过这个牌楼维修 做出了一个决定 牌楼外交 你们要把这个牌楼工程做好 中美关系就能有缓解 觉得挺有成就感的 因为毕竟 这个中美关系的促进 咱还出了一份力量 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吴淑瑞 最大愿望就是带徒学艺 把手艺传承下去 让文物永保青春 我干这个不是为了出名 自己干什么的还是知道 就是为了传承这种手艺 这个古老的技艺 有这种责任感才能干好这项工作 这是最主要的 眼下应该是最紧迫的 这种手艺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种手艺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